Hello 华英的朋友 大家好 揮手和我打招呼 大家安好 我們現在安省進入緊急狀態令 所以鼓勵大家 除了你要上班 去超級市場買菜之外 儘量留在家裡 當然我們要保持 兩米的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我都絕對相信 我們華欣的朋友 一定會遵守這些規矩 因為我們是希望 幫助疫情 盡快離開我們 對不對 除了做這些防護措施 我們更加要自己身體健康 所以我鼓勵大家 如果天氣可以的時候 可以出去走圈 另外在家裡 都可以在網上 找一些運動 來做運動 保持我們身心靈健康 在去年4月 我跟大家說 我跟網上一個 伸展運動去做 雖然我不是天天做 但我也做了一段時間 但我又不覺得自己瘦了 所以我就問我妹妹 喂 那個伸展運動 運動量夠不夠 我妹妹就想了一會兒 就跟我說 她說 姐姐 以你那些年紀 那個運動量都差不多 嗯 我們現在被困在家裡 好似 有時都挺悶 但有一件事 我們仍然深信 就是天父必保守 想和大家唱一首 很有中國調 因為快要新年了 農曆新年了 我們唱這首 中國調的天父必保守 我們唱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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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懂哪些歌 我唱這首歌 阿迪 聖青幾位 我們唱這首歌 因爺 唱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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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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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很多人会问,罗亚你在做什么? 罗亚就会告诉他,你觉不觉得人犯罪? 很厉害,神会审判 所以这一百年,他一直在做方舟,一直在做福音 神会拯救我们,你们知不知道,醒不醒觉? 需要的,到时你就要上来方舟了 故事就会在这里开始 在第七章的十一节 当时罗亚正正是六八岁 在2月27日那一天,天就开始下雨 在下雨当中,罗亚也知道是时间,叫整个家人去方舟 去到方舟里,那时的雨不停大,下到满地 不单止水在地上出来,天上也不停下 七章十七节说到已经下了四十天 水不停上涨,一直上涨的时候 罗亚一家和动物在方舟里飘来飘去 去到七章二十一节 也说到水的浩带 直接停留了一百五十天 我会想一下,其实也很相似我们现在的情况 当我们第一次知道,有一个疫症发生了 我们究竟怎样去应对 政府就叫我们回到家,不要出来住 减少聚会 能够令到大家都在家有安全 直到外面,但外面的消息就是 不是疫症就自动散 疫症就每一天增加,每一天增加 好像洪水四十般不停下,疫症就不停增加 我们有时也不知道,怕到疫症会发生到什么 不过,我们也知道,疫症也被我们隔离之后受到控制 就像地上那样,满地都是水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百五十天之后 水就开始漸落 地里面就开始,水就慢慢被风吹散 又过了一百五十天,水漸漸消散 到八章第四节 方舟就停在阿拉涅山上 最终不需要再飘来飘去 他停在这里,知道潮水就开始散 不过,始终还要等些四十天 他才安全地地里面的水先干 干了之后,他们全家才正正式式出回这个世界 八章十三字就说到罗亚六百零一岁 在2月27日,整整一年的时间 他们最终地都干了,他们可以安全地 全家人出了离开方舟 和动物都再一次来到清清洁洁的大地 整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挑战性的经历 在一个方舟里面困了很久的时间 一年真的很久 其实这个方舟的罗亚故事是一个很漂亮的线形结构 可能你有时听到也听过 希伯来文的结构很有意思 你看到的图表也是 上面七章是六百岁 去到八章下面是六百零一岁 大家都是2月27日 去到B和B'有40天的洪水泛滥,水是这样涨 去到下面40天的水就慢慢干 然后,C那里是水势浩大 C那里是水慢慢渐退,大家都可以150天 中间呢? 中间就是今天我想讲的经文 大家很重要 去了解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最重要神想告诉我们的事情 就是第八章第一节 我读给大家听 神机念罗亚和罗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受伸促 这就是创世纪八章第一节 我读多一遍 神机念罗亚和罗亚方舟里的一切伸促 什么是纪念呢? 大家可能也很好奇 整年当中没有说到神做过任何事 正正只是这句话 纪念值也当然是在思想上记住你 我留意到你 想起到你 这些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其实纪念可能还有近深层的意义 我用两个故事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犹豫诗的故事 我记得我最初三十年前 说很久了 我已经过来留学 即是加拿大留学 我过来读书 当然开始很开心、很自由 家里不在我身边 但后来就觉得 其实没了家在身边 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 包裹里原来是在家里寄给我的 里面当然有些手袋、有些鞋 但最特别是一包鱿鱼丝 那包鱿鱼丝我一看到之后很开心 我平时也很少吃鱿鱼丝 但这种鱿鱼丝当然是在香港 平时我有时间都吃的 加拿大三十年前 是没有可能有鱿鱼丝的 所以我就开了来吃 那一口鱿鱿鱼丝 我记得现在都记得 从此我很喜欢鱿鱿鱼丝 不过不是只喜欢鱿鱿鱿鱿 而是在鱿鱿鱿的背后 就是一个纪念 我知道家里记住我在远方的加拿大 她记住我 所以她记了包鱿鱿鱼丝给我 第二个姜曹的故事也是 其实还是很新鲜的 因为我们的华恩团契 有一个姐妹刚刚生了个BB 那天我的手机不停地叮叮叮叮 我看什么事 原来这位姐妹生了个BB 大家都在当中好像洗版一样 很开心 大家都在小组社会发送信息 姐妹又举掉了他BB的照片 很开心 我知道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 过了几天后 手机又再响了 不停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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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有三十几四十个信息 为什么呢? 原来那个爸爸 为了祝贺BB出生 就像中国传统 他亲自煮了薑糙 而特別像螢光博那樣,一輩子派給大兄姊妹 這是甚麼? 這就是紀念 紀念背後代表我和你有一個關係 紀念背後代表有一份愛和感情 紀念相反是甚麼? 紀念相反就是無人紀念 就是忘記 我想在這個疫症當中,我們在家或遇到的事情都不簡單 可能在工作上 也有照顧孩子上的困難 究竟金錢上有沒有夠不夠錢花 沒有人紀念 正面對這些事的時候,人真的有限 遇到困難 那種孤單感覺隨時都會來到我自己的心裡 所以,我們能夠知道 其實我們不孤單 有人紀念是一個很幸福的事 所以,這對經文對我們很特別的意思 神紀念羅雅和羅雅方舟 的意思就是 神提醒我們 祂和我們有一份關係 神是愛 所以,祂這個思念當中 是有一份對我們的愛念 也對我們有一份感情 整個一年的過程 神沒有特別做的事 不是 其實每一刻 由羅雅上去方舟 遇到風雨未停 四十日 一百五十日 到一百五十日 到最後四十日 到出方舟那一刻 其實都有神在當中紀念羅雅一家 祂可能在裡面很忙地照顧祂家 祂在裡面很忙地照顧祂家 祂在裡面很忙地照顧祂動物 不過,每一個步驟 其實神都知道 好,今天的功課就是學習 其實神在紀念你和我們一家 我們都在當中去知道這件事 讓我們在這裏 就算現在疫症還未完 可能還是我們停留在那一百五十天裡面 或者四十天那裏 我們不知道 我們莊嚴寄望 疫苗出來 或者其實還有很多因素 可能已經慢慢減退 政府的實施 都可以讓我們容許出去 但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要擔心 出來怎樣 究竟外面之後的世界 那個經濟又怎樣 不過不要緊 我們在這句經文當中 在這個聖經的故事當中 我們寄到一句說話 就是神紀念你和你的一家 而且在紀念當中 我們還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第一,我們可以紀念神 神給我們身邊很多充足的供應 我們在加拿大也很感謝有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紀念我們身邊的人 當然有時是我們的家人 有時也是未能見到的親人 他們雖然在遠方 我們也可以藉著手機 我們知道其實有一天 我們會記住他們見面的時候 更加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關顧的事情 打個電話 發個訊息 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聽 我掛念你 我們有一天都會再次見面 我想最恆心的是 既然我們知道 今次神一直都在紀念我們的時候 我們便可以放膽去求 我們其實真的有些事情 都真的未盡力量 需要力量、勇氣、智慧去面對 忍耐一下身邊家人 或者忍耐一下 其實金錢夠不夠用 我們放膽去求 我們為我們自己所需要的求 因為什麼原因? 就是我們記住 因為神由始至終都紀念我們 保守我們 我想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一起感謝主 能夠我們有這個機會去認識祂 我們一起低頭有個祈禱吧 主也感謝祢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刻 都不知道疫症的光景去到哪裡 但藉著這個聖經的故事 你讓我們在這裏 很多整個被困的過程 由起點至終點 原來祢教導我們 祢在天上會紀念我們 所以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祢讓我們有這個信心和力量 在我們面對這個被困的日子 我們都能夠一心一意地去依靠祢 我們有什麼需要的 我們坦誠向祢祈禱分享 你也幫助我們學習 去紀念我身邊的人 讓我們在我們的特英姊妹關係當中 都得著愛、支持和鼓勵 求主就幫助我們這次的困難時間 我們求主帶領簡短不完全的託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頭 阿門